为了庆祝建国一百年,文建会、建百基金会与美国妇联教育失手打造了台湾州系列主题课程,特别制作了一个台湾八宝箱,内含各种台湾文化特色,要将台湾介绍给美国的一千多所小学,进行一趟认识台湾之旅。 而总统马英九也在今日亲自启动这场百年启航文化烙进活动,并且谈起自己当年还是访美学生时,努力退销台湾的特别经验。 这个活动将在美国一千所小学进行有关台湾的介绍,这时我想起来,我在四十年前,刚好四十年前,我念大学三年级,参加美国国务院亚太学生领袖访美计划, 征选上了之后,到了加州,住在一个美国人的家里面,住了三个礼拜,我师出浑身解数,推销台湾。 我们特别刚好过年,我特别炸了排骨给他们吃,然后还写了副对联,当然了,我翻了半天,我们的主人还是天阿伯,但是至少他的小朋友说, Mr. Ma, your fried pork is pretty good。 他说我的排骨炸得不错。 我也到附近的小学,去介绍我的国家,可是我看到这次的规模,大过我至少一千倍。 有一百万的小朋友可以看到台湾的风貌。 台湾八宝箱里还有台湾第一本山丁妙界历史书,当翻开的那一刹那,台湾百年收隐的历史就要来纸上,让美国小朋友从不同角度认识台湾。 他们在同时间会规划一个台湾州,每一个学校会有一个礼拜,那这个他们整个礼拜的课程也都经过了规划跟设计,当他们教地理的时候,他们就会用台湾的一些例子, 不管是教地理、历史、数学这些课程,比如说举一个例子,他们在教数学,如果在教自由落体的时间的时候,或者教物理, 他可能就用101的大楼的高度,然后去当成他们的例子,然后来计算。 所以整个礼拜就是一个台湾州的活动。 为了让美国小朋友能亲身体验台湾文化与生活方式, 在八宝箱中还放入了拜拜用的龟、昂固柜模型、弹珠、戳戳热等, 还有代表台湾乡土文化的布袋系,可以让小朋友玩乐中学习。 当然还有先进的MIT产品与流行文化。 从9月开始,这个引人入胜的八宝箱就要在美国50周巡回,势必将掀起一股台湾热。 文件会美理公关组台北报导。